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今天小强来教大家打一下宫殿场的战役 个人感觉宫殿场的难度和白数高地差不多 刷这些怪的话还是很容易就能解决的 当然虽然对小强来说是比较简单 但打这个战役最低要求 还是你穿强袭卡拿A2步枪才行 不然的话打这里简直就是找虐养 打战役前可以吃可乐饼干 而抗感染药提升伤害的 配件也得临时升级一下哦 这是最基本的操作了 刚开始没什么技巧 直接打进来就可以了 第二关的话则是找一个防门钥匙 这关的难度也不大就是比较防守 我们要一个个防线的找过去特别的累了 这关是没什么捷径的 只能耐着兴致去刷了 去第三关的路上会有一些特别烦人的虫子 你们看就是这些变异假虫了 直接就往里脸相扑 自己是没办法挣扎的 只能靠队友帮忙 真的特别恶心 好想一个火瓶把他们烧成灰啊 第三关这里我们是可以站在围墙上输出的 小强因为第一次玩不怎么熟悉 直接就掉下去了 这次差点就凉了洋 这些感染者的输出就是高 还有小强走位比较好 所以也是有惊无险的挺过来了 打到第四关会有一个小boss 我们可以利用建筑来靠位 他是不可能跳上来的 这个大块头除了比较肉一旺 基本没什么特殊技能 我们完全可以无伤的耗死他 另外打这个战役时间越短 我们的平分就会越高 在20分钟之前打完基本都会有个S的平分 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能被灭太多次 如果死亡次数比较多的话也是会影响平分的 当然啦 如果有些小伙伴觉得这个战役特别有趣 而自己装备又比较普通 是完全可以找大佬带的哟 在杰卡这个区的话也是可以找小强帮忙的 例如沙石堡 白树高地和这个宫地产的战役 小强带起来还是没什么压力的 但其他战役难度就比较高了 小强也无能为力啊 打完这个boss 我们就得过这个铁锁桥了 这关难度也不是很高 就是打这些突鹰有点防人 很多时候枪口都不能抬上去 只能找个比较远的位置打 不过通杠还是很容易的 只要掌握好角度就可以了 相信对于小伙伴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最后一关就是打这个锤子boss了 小强是比较了解他的 之前我也玩过这个杆子 值得注意的就是他的冲刺技能和锁猴了 这两技能攻击力都是非常高的 按一下绝对不好受 不过比较好的是附近有很多岩体 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来躲技能 小强感觉打这个boss还是比较容易的 基本没什么杀差错 就是皮比较厚一点而已 你们看最终他也是被我们放风筝链灭掉了 过去这张艺的奖励非常丰富 给了小强36电池可以把头盔升起两颗星星 还给了我们两个宝箱能有几率获得保密及配方 现在交易厂的价格也是挺贵的 一个能卖两万五的金条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现在这里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